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王楚钦将在巴黎奥运会出征三项赛事 24岁的他 目前男单和混双都排名世界第一 这次奥运会是他进一步崛起的大好机会 为了应对奥运会三线作战 他特意增重三公斤 王楚钦可不是增加脂肪 而是增加肌肉 国兵特训这段时间 所有队员都瘦了 樊振东和梁静坤最为明显 王楚钦同样瘦了一些 但是体重却增加三公斤 让他变得更加强壮 耐力也更好 王楚钦在这个奥运周期 其实早已经习惯了三线作战 甚至是四线作战 毕竟他在一些赛事还会参加男双比赛 去年的杭州亚运会 王楚钦就是包揽了男单 男双 混双和男团冠军 一项赛事赌取四个冠军 王楚钦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是一名皮卡选手 没能获得转正大奥运会比赛 当时相当于中国男拼的第四男单 三年后的王楚钦已经世界排名第一 王楚钦的蜕变与肖战有着很大的关系 肖战在上一个奥运周期 是王麦玉的主管教练 他帮助王麦玉蜕变成为奥运会女团冠军 世锦赛女单冠军和全运会女单冠军 2022年肖战变成了混双组的组长 专门负责混双组合 王楚钦和孙颖莎联手拿冠军拿到手软 此外 王楚钦的男单能力在肖战的指点下也取得巨大进步 肖战给王楚钦开了不少小灶 帮助王楚钦提升球技 肖战还曾是张继科的主管教练 肖战执教的特点是 他交出来的队员非常狠辣 张继科和王麦玉都是这种风格 如今 王楚钦也变得更加狠辣了 2024年的王楚钦压制了樊振东 其中在1月份的WTT男子总决赛 他4比0横扫了樊振东 王楚钦在奥运选拔中积分排名第一 世界排名也第一 成为了国平新王 2024年的王楚钦在各项赛事夺得了9个冠军 他的状态非常好 增重了3公斤 王楚钦对于巴黎奥运会准备非常充分 冲击3项冠军他也有足够的底气 与此同时 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 而乒乓球项目也将于7月27日正式开始 国平球员王楚钦和孙颖沙 将会在7月27日晚上22点30分登场亮相 对于王楚钦个人而言 他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正式比赛 因为上届东京奥运会 王楚钦作为P卡 并没有出现在赛场上 而这一次 王楚钦不仅有了登台现役的机会 而且还是身兼三项 对于国平球员来说 参加奥运会这样的大赛 和其他协会的球员不太一样 因为外协会面对国平球员 他们更多的力拼 没有心理包袱 而且敢打敢拼 对于国平球员来说 一来要承受夺冠的压力 还要面对对手的力拼 再加上首次出战奥运会 是否能够将自己正常的实力发挥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王楚钦首次登上奥运会的舞台 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王楚钦的实力无庸置疑 身兼三项也是常态 如果能够在奥运会这样的舞台上 发挥自己的实力 还需要有高人之招 过来人许欣 在训练期间 曾给王楚钦之招 道出了身兼三项的重点 王楚钦明显也有了改变 许欣之招 打三项后的时间特别长 对体能要求特别高 是需要一些脂肪加上来 这样更好的保护肌肉 在东京周期 其实许欣也有不同程度的伤病 主要还是持拍的左臂部分 一直都是肌劳成疾 而出现了很多不适症状 但是许欣还是将自己的体能练好 并且保护好了肌肉 这对于身兼三项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而王楚钦特意增重三公斤 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肌肉 减少体能消耗 王楚钦的技术打法特点 主要是根据他的身体力量 和对对手的压迫力 而形成的有效攻击 所以在速度达标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加大力量的进攻 就是王楚钦需要考虑的一点 力量的进攻 往往会对对手造成更大的压迫感 王楚钦的步步逼近打法 对于力量的要求很高 因为需要每一板都给对手造成致命一击 在难拼差距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王楚钦必须要做出更大的改变 才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不败优势 很显然 在前方传过来的图片和视频当中 我们看到王楚钦有了明显的改变 技术打法上 力量更加浑厚 这有助于王楚钦在三项比赛中 保持体能的充沛 又能够在打法上 有更多的选择 而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 即将拉开帷幕 国平无疑是最有希望夺得奖牌 甚至是包揽冠军的队伍 而日本选手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他们同样在所有五个项目中 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但并不均衡 每位运动员的夺牌几率也有所不同 女团实力强 成绩稳 大概率能进决赛 近年来 世界女拼的竞争主旋律就是中日争霸 目前日本女团三大主力中 早田希娜排名世界第五 张本美和视世界第七 平叶梅宇是世界第十三 而且三人都有在世界大赛中 夺得过女单奖牌 综合实力无疑是仅次于中国队的存在 而在今年二月釜山士兵赛的时候 日本女团甚至差点战胜国拼夺冠 不过当时中国队外战表现较差的王毅迪 已经落选奥运三大主力名单 如今幻孙影沙 陈梦 王曼玉把关 日本队想冲击金牌更加困难 但拿到银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女单 早田希娜有希望夺牌 平叶梅宇上线高 下线低难预测 日本女团强 女单自然也不落后 其中早田希娜 赢过国平世界冠军陈梦 王毅迪 刘诗文 但这次奥运会运气不佳 与自己此前连输十五次 从未赢过的孙影沙 一起被分在了女单上半区 晋级决赛难度较大 不过即便落败 也有很大希望在这个项目上冲击铜牌 至于另一位日本女单主力 平言梅宇 则不如早田希娜稳定 不过她的上线非常高 曾经拿过世界杯亚锦赛冠军 赢过孙影沙 陈梦 王毅迪 朱宇玲 丁宁等国兵主力 但下线也很低 经常抱冷输球 所以最终能取得怎样的成绩 难以预测 混双正常发挥能进决赛 但也存在悬念 张本志和早田希娜 是两届士兵赛亚军得主 无论成绩排名 都仅次于王储钦 孙影沙 根据抽签原则 也得以在决赛前避开国兵 正常发挥的话 应该能晋级决赛 至少拿到银牌 但最近一年 也有过抱冷输球的经历 首轮对阵朝鲜选手 就存在悬念 能否晋级前三名 存在悬念 男团张本志和事关键 能否带动两位队友存疑 日本男团当前的格局是一强两弱 外战只有张本志和比较能打 护上损斧 小肿大灯并不稳定 如果不起用替补松岛辉宫的话 未必稳赢四分之三去的投号对手 中国台北队 若晋级四强 则半决赛可能遭遇德国或瑞典 打赢了就至少获得银牌 败北也有冲击同台的机会 男单面临严峻考验 可能颗粒无收 日本男单的夺牌希望 主要寄托在张本志和肩上 但他迁运不佳 与国兵主力樊振东 一起被分在了四分之四区 那就意味着 最多只能有一人晋级四强 冲击奖牌 从过往战绩上 看张本志和明显下风 至于护上损斧的外战表现 罚善可陈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等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